新年冬瓜 与棉嫩的红萝卜 称出红白相间的美味 在用高汤与笋干提现之后 将冬瓜清甜爽嫩的滋味 烹脱的淋漓尽致 玉山大厨徐家健 在将习服的冬瓜皮与紫 运用独到的厨艺 特制成为滋嫩肺腑的美白汤品 今天的菜单就是 点尖冬瓜球与竹身冬瓜绒 现在新宿派客公带来 来 欢迎 我每次都要开他的玩笑 说他是尹昭德的哥哥 因为他叫尹昭金 金赵云 许家健大厨师 您好 您好 阿箭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许家健师傅 从事玉山料理二十年 他所用心专业的宫廷美食 是现代人最佳的养生极品 介绍我们台中词院的美女营养师 廖金宜 你好 小美女 大家好 廖金宜 中山营养科学所硕士毕业 专研糖尿病与肾脏病营养评估 目前担任台中词济医院营养师 首先就要请我们的许家健大厨师 告诉我们今天呢 你做的菜是什么样的好菜 今天做的这一道叫扁尖冬瓜球 扁尖冬瓜球 是 这个都很有趣 东瓜我们知道什么叫扁尖呢 来 我们去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好吗 扁尖冬瓜球 材料有扁尖笋干一块 冬瓜六百克 红萝卜一条 姜末一小匙 香菜少许 调味料有酥高汤两杯 香菇粉二分之一小匙 盐一小匙 糖二分之一小匙 太白粉少许 香油适量 你是说这是扁尖哦 对 这扁尖 扁尖笋 它又叫扁尖笋 扁尖笋是哪里来的笋啊 台湾的吗 这是台湾的 它是一种食笋 广笋器做的 腌制的 然后晒干晒成这样 对 一球一球的 所以它上面也有点盐霜 这是盐霜 是 所以说这个要变成这样 对 泡水以后把它蒸透 这个先泡水要泡多久时间 其实洗一洗泡一下马上就可以蒸 因为蒸自然就吸水就会暖化 我通常会蒸最少也蒸一个小时 这样就方便 这样子好 这在哪里买得到 南北杂货可以买得到 可以 是 那这个 以前都在讲说笋没有营养 只有纖维 笋类在抗疫 说它们是有营养的 但是它像尿酸过高或者是痛风的人 就不宜使用类 就是发芽 发芽类的食材 对 除了纤维含量比较高之外 就是蛋白质含量丰富 在蔬菜类里面来说 先把这个特殊的这个东西介绍了之后呢 那请问我们现在要怎么来处理 好 我现在处理这个冬瓜 现在会先把皮修掉 皮 对 等一下我们会利用这些材料 再做另外一道 皮要用对不对 对 等一下要另外用 皮归皮 然后现在 你等于说是这个冬瓜是 两种吃法 现在你的料理界都也在推动 凌厨鱼料理 是 尽量就是让它食材全部都能够用得到 冬瓜它其实它有消水种的一个功效 所以在蔬菜类来讲 它就是一个如果怕水种 或者是眼皮就是比较肿 或者是脚会比较容易肿胀 可能长久就是做办公室 那其实冬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利尿的一个蔬菜 例如可能有一些肾脏方面问题的 就比较不容易排除尿的 或者是体质比较容易水种 那或者是像旌旗 旌旗来的时候比较容易水种 或者是孕妇比较容易水种 其实冬瓜都是一个很适合 就是当作补充的一个蔬菜类 而且刚刚有提到 它有一个美白的功能 就是因为冬瓜它有一个物质 它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真的啊 对 所以它其实对于就是爱美的女生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美白盛品 难怪叫做美人菜 它其实这样久煮之后 它的那个利尿跟美白的功能 它还是存在 都还在 好 这要问清楚了 好 胡萝卜球很难挖对不对 对 比较 这更扎实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人挖胡萝卜球不好挖 可以煮熟挖吗 煮熟挖其实它不好挖 反而不好挖 对 在那个形状上没有很漂亮 不够圆 反而要硬硬这样更好 反正这个冬瓜球的话 你要煮熟 蒸熟都可以 那我的喜欢我喜欢用蒸的 味道比较不会流失掉 营养比较不会流失掉 所以我喜欢用蒸的 蒸的话这个里面放不放水 要 放高汤 就是高汤 什么样的高汤 就是蔬菜高汤 好 热的可以吗 好 因为 那可以缩短一点时间 对 萨菜好像那个高汤用热的 比较好 这样子放到电锅去煎 去把它蒸热 那这个因为它比较扎实 我都会蒸个五分钟 大概蒸十五分钟 这个十分钟 好 这个大概蒸十五分钟 然后这个就拿起来 那这个继续蒸吗 因为你蒸太烂 你在做的时候不成形 就糊成一片了 就不好看 没有一个球形 质感不同 所以它们蒸的时间不同 对 你可以分开蒸 时间也会不一样 好 那 就这个 这个味道就很特别了 对 好 我先切成小段 所以还算是不错了啦 其实精益 像这种笋干 它的含钠量比较高 对于钠要减低的人 它这样子调味放一点可以吗 减长机质啦 那当然还是针对就是像一些慢性病的 像肾脏病啊 高血压这种含钠量需要特别限制 才要去控制它的量 那一般我们就是健康成人 代谢的状况都OK的话 我们只要不要超过一天 就是最好不要超过2400毫克 我们怎么样去评估它的含钠量是多少功克啊 如果说是像含钠量2400毫克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六克的盐 盐巴 六克的盐巴 六克有等于汤匙是多少 大概是一茶匙左右 这样 差不多一茶匙 一茶匙就有六克 一天 所以有限制的话是一天不能超过这样的盐巴 对 所以说在咸笋的部分 它可能就是含钠量就比较高 所以如果有相关慢性病的话 可能分量又要更少 它即使是混在菜里面当调味料 其实也都要注意了 一般健康的人是OK了 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蒸熟的 来 是 好耶 好漂亮喔 胡瓜球 下一点油 是 是那个 现在我们的包像是包那个 薑末 薑末 是 一点点 好 用太多 这个扁尖笋切得这么样的细 好 一起放进来 好漂亮喔 那 这个扁尖笋也可以先放 那太早放它煮的汤会比较混濁 是这样喔 所以可先放可后放 只是影场汤而已 哦 这个汤的橙色而已 对啊 所以那如果说让它冬瓜吸的更多这个味道 我们就早点放 哦 对 对 所以看你是要取那个 比较清的汤汁还是要比较有浓郁的这个香味 那像现在就比较算是先放了 对 OK 那这个盖子盖子让它去煮一下 好 煮开我们等一下再调味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做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准备下一个 好 竹参冬瓜绒 材料有冬瓜皮100克 冬瓜块300克 冬瓜籽100克 红萝卜100克 熟竹参100克 姜末一大匙 形菜两汁 香菜少许 调味料有素高汤六杯 香锅粉一小匙 盐一小匙 糖一小匙 太白粉少许 香油适量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做的就是 我们刚刚削下来的皮是不是 对 全部充分利用耶 对 那等一下甚至我纸也会把它应用在上纸 我同样加点高汤去把它蒸透 通常大概蒸一个小时 因为纸比较硬 所以我完全蒸透的话 蒸一个小时 然后等一下再来把它用果汁机把它打熟 所以皮跟纸你都是一起蒸 对不对 我是分开蒸 好 我们先来调这边的味 好 这个就是真的叫 我们推动零醋鱼 零醋鱼就是 这样才不会浪费 好 我们先把这边完成 这个要把完成 好了 我们现在把点芡汁 好 让它芡汁 好 那个包在那个通话上面 好 所以这是会 所以它的汤不要太多 好 好 这样慢慢慢慢慢慢的 所以很多料理不是这么复杂的 就是简简单单的 然后加点香油就好了 这个好好吃 好 这样就好 这个如果 你看都没有加什么调味料 就直接这样吃 而且颜色很漂亮 颜色很漂亮 对 那我们就给你盛盘 盛盘盘盘盘 好香喔 哇 这个锅子 大厨师一手就拿起来 我连两手我都搬不动 因为它旁边有点烫 对啊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差不多再拼一拼 就让它那个整个颜色平均 所以这样它就会变得比较 好像慈其太后的 夜明醋 夜明醋 我们上面加一点香菜 你看这么简单 就感觉上已经很宫廷御膳料理 是不是 好 然后现在来看这边这个 那这个的富贵者这些冬瓜 我们把它切成小丁 你如果直接蒸熟 等一下再稍微搅拌也可以 也是可以 那我把它切小丁 等一下富贵者比较均匀 而且蒸的也快一点 我都喜欢用蒸的 蒸的好 所以您刚刚在讲 就跟蒸那个冬瓜球 和红萝卜球的意思一样 是的 它不同的时间 这个只是最多时间 对 然后再来皮 对 再来肉 是 那我们也是可以先蒸这个 然后中间再把皮放下去 然后再把迷糕放下去 是 对不对 好 然后这样放下去 我们也同样加点高汤 然后再下去 也是这样放高汤下去蒸 好 好 蒸好以后就会变 这样 这个就是蒸好的了 来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像这个是生的 那蒸到最后 都这样透明了嘛 对 大家就看得出来了 好 来 现在我们来看怎么做 因为蒸我们还花点时间 那还有我们里面放一点竹参 竹参 是 那你要喜欢看大块一点 那就切大块一点 让它变细一点是可以吗 对 它比较平均在汤里面 然后口感也会比较好 等一下这算是汤吗 算一个羹 羹汤 对 羹汤 好 好 还有什么东西要做呢 还有芹菜 好 芹菜就是当作香料 是 芹菜末 奇怪耶 芹菜明明就是同样是在切碎 所以我们切出来的跟大厨师切出来的 长相 刀工是不是 对啊 这样子切起来 你不讲人家用看的以为是葱花 所以很多吃素的人就是不吃葱 就是用芹菜末末来代替 那么 另外一个 红色的 芹菜折的红色 我们要把它用掉 其实蛮好 就是先做造型 挖球 挖完球之后 剩下来的都可以运用起来做这个料理 是 切细一点 那 这个要蒸吗 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用炸 或用煸炒的也都可以 这个喔 对 把它切细以后 炒过就有点像 素蟹黄那样 像素蟹黄那样 是 是 炒过的话 beta胡萝卜素也会吸收得比较好 而且许师傅他在处理这个红萝卜的时候 他并没有去皮 对 对 他没有去皮 所以其实他皮的部分 比肉的部分 beta胡萝卜素更高含量 所以说其实在等一下油炒过后 其实他的失措率又更好 其实皮啊 不管是在冬瓜 或者是在红萝卜 它的营养成分都非常充足 对喔 那所以说像红萝卜的话 它就是像一般我们视力比较不好 可能有燕芒症 或者是视网膜 比较退化的一些民众 像我们这种年纪 年纪大视网膜会比较退化 看东西会有一点不太清楚了 其实胡萝卜素或燕黄素这个 就是黄绿色的蔬菜都非常 含量都非常充足 我们把红萝卜炒一下 不是有人说胡萝卜生吃好像不太容易 消化 因为胡萝卜的话 有一个叫做蛋白质酵素的抑制素 那所以说就是尽量就是不要去生吃 要不然这样可能就是比较难消化 其实油炒的效果会比较好 比较好 对啊 好 那这样子我们现在就来油炒 火也不用很大就让它炒香 所以用小火慢慢炒而已 炒香就好 火太大还容易焦 会黑 小火炒它颜色会比较鲜红一点 就会漂亮 所以说你说这个素蟹黄 它们就是还有的甚至用膜的 是 所以说因食材造型不同来做变化 是 好 那现在我们这样子炒完以后 我们再来处理别的东西 是 好 现在我来顾这一个 然后那个就要开始来打了 打汁 好 我们先打皮的部分 皮的部分 对 分开来处理吗 对 好 那个皮好硬喔 打完就好了 对 好 这样打起来有点像那个什么 芭拉汁 对 芭拉汁颜色 好 那我们先把它过滤一下 那个要过滤喔 对 因为它皮没办法打成粉状 成米 所以其实那个硬皮还是会 口感不是很好是不是 对 还是把它 这个已经不太好吃了吗 是会口感比较没那么的顺口 再来打紫 打紫 紫喔 用点高汤 好 来 还要继续炒喔 可以了 可以了 关火了吗 可以喔 它颜色还蛮漂亮 小火炒出来的 要盛起来 要盛起来喔 是 好 好 看刚才就像牛奶颜色 好 好 刚刚你看是绿的 现在是奶白色的 是因为纸里面有那个 果仁一样的东西 对 你看它不一样 好 就一个牛奶颜色 就有点像 奶色喔 就是白白的 果仁的那个颜色 是因为刚刚我们里面 有一些绿色的部分在里面 部分颜色会更白 你是说刚刚先打的那个皮的部分 如果说你完全是用那个冬瓜籽的话 它就整个就奶奶白白的颜色 对 不过那个冬瓜籽真的就把它过滤了 对 好 那平常可以一起打 直接让你看一下不一样的颜色 对 高汤在锅里面煮 我们可以把这些 好 冬瓜加进来 好 这个三个好好玩喔 对 原来不同的颜色耶 对 好厉害 好 这个要分开吃 现在可以加一起了 好 现在我们把它混合 对 混合了 刚才真的分开吃 煮生也放进来 好 都可以加 好 这些都放进去 煮开之后就可以了 煮开 调味 调味 调味就好了 就这个是最后放吗 最后 是两样 这个最后还有香菜 就是最后放 最后放 好 好 煮开了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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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麼讚 然後 再放在這個淺盤子裡面 好 包包切就好了 夠薄薄切子啦 好 冬瓜肉過多的話 其實它本身就很濃的話 其實切字是還好 冬瓜是不是它會呈現一個 比較濃的感覺 為什麼 不知道 它整個 糊化 那果肉整個糊化 果肉糊化 它湯汁會比較濃郁 幫幫它關掉 是 這個時候來布置啦 嗯 哇 這樣子冬瓜 不會再那麼單調了 如果不說 一定不知道它是冬瓜湯 對不對 對 給你們猜不透 這個 芹菜 好 好 我們的 好 我們的 然後我們的這個素蟹黃 紅蘿蔔 紅蘿蔔 吃的時候 我們吃的時候再把它拌勻 好 上菜了 好 上菜了 好 上菜 來備用 將去皮冬瓜與紅蘿蔔 挖成球形之後 倒入少許的高湯 接著將冬瓜入鍋蒸10分鐘 紅蘿蔔蒸5分鐘之後起鍋 起油鍋 爆香薑末 加入素高湯 冬瓜球 紅蘿蔔球 扁尖筍 煮滾 再將香菇粉 鹽 糖 入鍋調味之後 勾薄芡 淋入香油之後 盛盤 再撒上少許的香菜就可以了 竹生冬瓜絨 做法是冬瓜切丁 加少許的高湯之後 入鍋蒸熟 冬瓜皮 冬瓜籽 蒸熟之後 打碎綠渣 熟竹生 紅蘿蔔切碎 芹菜切豬 起油鍋 放入紅蘿蔔丁 薑末 用小火炒透來備用 鍋中放入素高湯 冬瓜丁 打碎的冬瓜皮 冬瓜籽 以及竹生竹果 再以香菇粉 鹽 糖 胡椒粉 調味之後勾芡 接著淋入少許的香油 待盛盤之後 再放入芹菜豬 香菜 紅蘿蔔末就可以了 就迫不及待的 要趕快來吃吃看 對不對 那當然呢 就要先來吃這個會的 麵煎筍 其實都沒有什麼鹹味了 對不對 只有那個天然的冬瓜甜味 那扁尖筍其實好像只有一點點 那種淡淡的脆度跟鮮味 所以這樣的吃法就比較健康 另外那個不可思議的湯 我們來吃吃看好不好 這個湯加熱之後 你拿出來根本沒有人知道 那叫冬瓜湯 然後這個完全發揮了鄰屠魚的那種 效果 什麼東西都用到了 好奇妙的味道喔 如果說不講冬瓜湯 絕對沒有人猜得出來 它好甜 好濃稠喔 還有一些像素屑黃 胡蘿蔔 就混在這個裡面好自然喔 很奇妙對不對 最奇妙就是那個冬瓜籽 如何讓這個湯增加鮮美的味道 對 感恩妳耶 妳好厲害喔 謝謝